哈喽哈喽每一颗非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诚意 哈喽哈喽 欢迎我们的诚意老师 诚意老师大家好 我今天看你的妆感特别的不错 首先皮肤的妆感质感都特别的好 后两 老师你也挺好的 谢谢 真的是向来我们都夸张 是不是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宝贝 都已经不断带刷屏和滚动起来了 为了回馈大家这个热气 今天诚意老师也给他带来了超多的福利 现在先给他来 咱们这样重整好不好 送播间面里怎么样 好的 我们今天诚意老师一来 就先给大家来 送播我们的见面里 首先先玩一个互动的一个口令 这个特别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播右侧 有个礼物的盒子 就在我们右下角 有个礼物盒子来参与 刷屏一下我们这几个字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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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我们刷屏这几个字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我们到底15分钟的系统 会抽出一位自全部写对的宝宝 来获得我们的明星礼盒 一份内涵我们的随机的 明星正装的产品 大家一定要记着 我们刷屏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来 关注我们的一个会员 加入会员 同样的才可以想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物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赶快来刷一起来 好不好 今天就是开场直播 就有这帮福利 来送给粉丝的朋友们 给我们这帮福利 是不是 是不是很期待 大家一定要领福利 谢谢我们陈严老师 稍后我们的系统 会自动来抽奖 也恭喜我们的抽中的宝宝们 是不是 一定要记得截屏 去找我们的客服来对讲 好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 没获奖的宝宝也不要灰陷 因为后面还有非常多轮次的 这个明星礼盒 等待着大家 以及还有我们的免单大将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 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现在到直播间宝宝 一定要记得左上角点下 关注右下角点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 一定要记得先加入会员 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 才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 再来介绍到今天直播 所有的优惠的活动 一定要记得领取我们的会员的 专属优惠券 我们今天福利是否更多 很多的福利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来我们直播间 交给我们的粉丝宝宝 这根福利 就成粉了 是不是 谢谢大家 一定要记得福利 对 我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刷你回去 包括看像陈香 超级线 看了真是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就一直在排队这两个角色 我自己又一样沉寂其中了 就发现你在里面为什么演的每一个角色 不管是古装 还是现代每一个 包括我看周神参长 一点都是微妙微笑 就非常的生动 我就已经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了 没有老师你跟我讲了 我说真的 其实我去看戏的过程当中还是像最近这个拍完了吗 嗯 看了一下还是会发现自己一些小问题 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也会继续努力 我发现就真的是来掌声啊 我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直播间宝宝来刷一包屏啊 我想问一下我们陈丽老师啊 就自从我这个沉香一直到你的底线 就是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 或是你至于这两个角色更喜欢哪 我觉得补装现代都可以啊 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尖丘是不是 对 每个都是你的心头啊 是不是 那也非常期待就是你后面的精彩 更多的节奏 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表演 现在就想问一个 就是大家就跟我一样 就是我帮助粉丝朋友们来问一下某一个福利啊 我看完底线 就都恨不得就是马上入一部剧来进来 就是无碰衔接了 所以想问一问 这个咱们这个底线过后 有没有其他剧能不能去做 有啊有真的有 嗯 《南风之我意》 还有《莲花楼》 哎 还有一部深浅 哎 嗯 我真的是很很期待住了 因为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都在比如说其他一个短时间 都看到我们刷了一些 大家都剧透了一些我们是花絮啊 还有一些画面都非常的期待 大家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就期待我接后来这个播出了 那除了我们这个演艺作品之外 我发现最近我们的成员还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梅克菲的中国区的代言人 是不是啊 嗯 这也是梅克菲的首次跟我们的成员老师来进行合作 我想问一下成员 对我梅克菲的这个匹牌的初用下是如何的 嗯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装造老师嘛 因为以前可能拍戏啊 或者一些通告的时候 那么装造老师都会用到我们这个产品 嗯 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持妆能力非常的强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拍戏 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你会在户外哎 比如我拍莲花楼的时候经常会出汗也会呃甚至会脱妆 没错 那么甚至如果也会出油哎 那么怎么办呢 哎 就上妆的时候 他会用到那个防针机 加白喷再加一个粉底液 嗯 后来这个效果用了之后呢 他就会让你的持妆时间会变得更长 嗯 对更持久 这你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没错 嗯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有没有种草到有没有干得到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左下角的这个购物车 如果喜欢赶快来加入到购物车啊 哎 没错呢 梅克菲是非常瘦专业化妆师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甚至在全球都有专门的梅克阿富爱我的这个彩妆 同时啊 堪称了我们彩妆界的这个哈佛 那同样呢 梅克菲的这个彩妆产品呢 也全部源于我们的专业 源于我们的艺术啊 源于彩妆的职足的一个追求 备受彩妆师呢 这个非常喜爱的产品也是非常好用的 这是梅克菲呢 非常深受大众来喜欢的这个原因啊 嗯 我想问一下啊 我们成员老师就是日常咱们自己开戏的时候 有没有用过我们梅克菲的这个产品 嗯 用过 用过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经常用完之后就非常的心有感受 也是 嗯 是的 哎 好 那我发现就是很多粉色宝宝也经常就是 光看我成员老师这个古装造型 是不是 那古装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比这个现代妆要复杂的很多 嗯 古装就是其实对戴头套的时间 包括你化妆的时间 肯定是一天十多个小时嘛 就耗在里边 他其实就是说对耗的时间比较长的 那戴头套的时候会不会出汗 啊 会啊 你天气热的时候 比如说刚拍的这部戏他四十多多户外 那你人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 真的 是 而且你知道 你 衣服都很厚 很厚很厚 对 所以就是说这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你为什么防止出汗出汗 那个底妆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的重要 对你这底妆他说打好了之后 那么就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透 更有光泽 哎是对 非常的清透感 因为发现就是化完妆 这个十几个小时后 这个天气热 真的是非常容易出汗 而且非常考验的这个底妆的持有力 说明现在这个反季节的开车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嗯最重要还是有一种真实感 因为你不能让那个妆感太重 哎 你化了正好现在是没有化 哎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考验 装作老师或者考验这个产品 嗯 所以说再无据就是比如说用四看的这个 摄像镜头来拍摄都不用害怕了 就是也比如说我进去的刚看年的肌肤的时候 又特别的好 就零瑕疵 真的是啊 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瑕疵 妆感就比较好 没有就是晒很多嘛 因为刚拍这部戏 而且就是打打杀伤 先这段时间养一下吧 所以说我进去的观看你的肌肤的时候都非常不错 那这个时候大气就不得不快一下 咱们这个梅克菲的产品了 不仅妆感非常的轻薄和自然 我们持久力是非常的抗打的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来揭力一下我们这个梅克菲的底妆 这个持妆的奥秘吧 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说老师刚刚提到这三款的明星的产品啊 他这三款是我们的一个明星的产品 使用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崇尼老师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咱们平时的化妆老师 你咱们是怎么来化妆 嗯我记得 能不能给大家来传说一下这个经验 今天的直播间就刚辅助他说一声 因为这个呃首先呢就是有五个步骤 嗯就是对五个步骤 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脸就是说用这个喷雾 哎 这个喷雾就是喷到你的脸上 喷一下全脸 因为你刚洗完喷完之后呢 你就是把这个喷雾和你的粉底 再喷到粉底上面混合一下 混合完了之后你再上妆 哎上妆完了之后哎 你再喷一下这个喷雾 喷完了之后对 喷完了之后你再用那个粉底压一下 压完了之后 你在最后 用这个再喷一下 所以这五个步骤 就会让你的持装时间是更长久 不过我也是试了 所以我才会有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体验才对对对对 因为身为一代言人 肯定要更多的去了解 肯定更多用他的产品 我此时在我掌上是不是 因为真正体验过了 就是帮我们的很多直播间 帮我粉丝保管 就是帮你们体验过 才能用心的来感受说一下 虽然说只有这三款产品 它们继续是五个步骤 大家也要记住 我给你们再来强调一下 首先呢 先用咱们这个白喷 你知道吗 白喷是一个 无水保湿的一个定妆喷物 所以上妆之前先喷一下 不仅仅呢 可以使我们的妆容 可以更加的持久 还有一个无水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后续的底妆 可以更加的一个服贴 尤其是现在是一个秋冬那个季节 皮肤是不是特别容易 卡粉啊 卡纹啊 就是不容易上妆 是不是 那白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非常好的 帮助大家来改善这些问题 其实我发现就是有没有 就是每次化妆师 喷完这个皮肤体的润 因为它是白喷 喷完之后会有保湿的作用 所以说你喷完之后 会有那种润润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上妆之前 一定要记得喷一下我们的白喷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仿真机粉底 是我们经验的一个新品 它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能够做到超服贴 超遮瑕 超持妆和超持色 各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我们的仿真机粉底液 对 仿真机粉底液 那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的上妆的时候 可以还原到你原本的肌肤一样 而且咱们这个仿真机粉底液 这样的一个瑕疵 修饰掉 就是还原你的一个原生的一个伟绩 上完妆之后 一整天都像一个刚上完妆一样 就是精致 也不容易卡粉 也不脱妆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仿真机粉底液 还有一个绝妙之处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要记住咱们这几个步骤 让你才可以有效的完成一个 零持妆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零妆容 就是自然 自然 妆效 妆感 最好了 跟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仿真机粉底液 它本身都很精秀 那这个粉底液加一点的白喷 可以更加的一个服贴 可以实现我们的1加1大于2这个效果 整体的一个妆面会更加一个精致 那上完底妆之后 就是一个定妆的一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先沸碰我们的白喷 白喷不仅可以补水保湿 还能成为一个成膜的黑科技 那碰完之后 可以在妆面上形成一种保护膜 让妆容不容易为外界的一个因素 花妆和剥妆 而且这款喷过的一个喷头 是那种是非常细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非常细腻的这种喷头 看到了非常细腻的喷头 它是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细腻 还有底妆一个修复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整体的妆容 可以更加的一个精致 所以就感觉到喷出来 这个雾气都是那种非常的细致 对整个直播间都非常的清晰 而且是不是 对而且因为我们又发现 就是我们的一个花妆师 在一个底妆的时候 还会用到一个像一个蜜粉饼 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 用它时候就是 因为拍戏会出油 油的时候就用它来控油的效果是比较好 而且我发现它是非常维有好便携的 对 因为它首先还是因为方便 因为小巧 对小巧方便 口袋里小包包里 比如说尤其是出油 拍戏因为不可控制的天气因素很多 如果你去补妆的时候 有了这个蜜蜂饼粉饼的时候 它很快 完了之后 而且还很干净 很透亮也很自然 嗯 非常方便 对 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作为我们这个定装的步骤 非常那个塔门 到塔门的 嗯 而且我们成员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流程咱们没有做到位啊 特别像我们的底妆 就是说一个 妆容的一个底子 像这款仿真鸡粉 也可依然于不同的肤色呢 做出了一个多个的色号 相信每个人呢 可以选择到一个自己适合的一个色号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到了说我们一个专业的品牌 彩妆老师李洋老师 大家还喜欢去介绍一下 我们的李洋老师 OK 好 陈姨好 终于见到帝君了 OK 好 请坐 当然你也请坐 OK 好 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 OK 好 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 大家下午好 晚上好啊 我是makeup 彩妆的彩妆师李洋老师 那很开心我们的陈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确实呃 在9月份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某部热播 热播剧 而最后两局的时候从头哭到尾 真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嗯 这很炸裂的演技啊 那刚刚看到陈姨和我们的主持人在聊黄真鸡粉底 嗯对 那作为品牌的彩妆师 那在这里呢 也要着重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款矿真鸡粉底液 那这款粉底液呢 是一款适合油皮混油皮 油痘肌 然后脸上瑕疵皮去用到一款粉底液 所以说他这款粉底液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 起到一个中道高度的遮盖 同时打造的是一个妈生虎皮 临妆感的一个妆效啊 所以说这款粉底液用在我们的脸上是没有任何的手感啊 没有任何的粉碳的 来我给我给大家去把这个粉底液去把它延展开 来老师可以给个敬紧 然后陈毅也可以帮大家去看一下 是不是贴幅度是非常高 没有任何的妆感 对不对 贴幅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同时可以隐匿住 我手背上的这样的一些血丝都完全可以隐匿住啊 那所以说这款仿真鸡粉底液呢 油皮和混油皮的宝宝 一定要去入手这款粉底液 那这款粉底液呢 想问一问陈毅 你用的是什么颜色呢 我用的是那个自然色 就是一恩零六 一恩零六自然色 对不对是确实 一恩零六打造的是一个比较自然健康的一个肤色 那所以说直播间的宝宝们 你们想不想知道你们该如何去挑选你们的颜色 那今天我和陈毅就来教大家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颜色或者说色调 那我们品牌的话呢 那这款粉底液有N然后有N色调然后Y色调和R色调那陈毅我想问问你你知道NR和Y分别代表那三种色调那还是做了一些功课 OK那可以跟大家说一讲吗 N色调代表是 其实对就N色代表 其实这个就是更多的是自然健康色 中性调 就中性色 就是说可能更适合我一点 那么这个R就是代表那个粉色一点 对 女孩子啊就是用起来白白粉粉的嫩的 那个Y就是那个带点黄带点白 对 说黄一白黄色调暖色调对不对 OK那所以说陈毅确实全部都说全部都是对的 肯定是偷偷偷偷还是做过功课对不对 刚刚刚也听说 那所以说我们的代言人不仅是演技炸裂 同时也是很上心也为大家去推荐 想推荐到适合的颜色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来系统的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色调 好的来我要借用一下我们陈毅的这个手手腕好不好 那帮我拿一下工作人员 借用一下我们陈毅的这个手腕这个部分对 因为这个我可以照或者这个手吧 这个手我们手腕这部分呢是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血管一些颜色的 如果我们的血管的颜色啊 这边血管的颜色呈现的是一个蓝紫色系 紫色的一个颜色那证明你的皮肤是一个冷色调的啊 冷色调的一个肤调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血管其实是一个蓝紫色的 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很白的话 那其实你的蓝紫色的血管可以更大程度的通过皮肤展现出来 所以说如果你的血管呈现的是一个紫色调 那你的皮肤恭喜你你是大家所说的冷美人啊 冷美人就是冷白皮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呈现的是一个绿色 那你的皮肤就是一个暖色调的暖色调一个黄皮 那如果既有那个紫色又有绿色就是紫色绿色感觉相间都有 那就是中性色调好吧 中性色调OK 可能这个镜头的原因可能大家看到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没有关系 通过老师和陈毅今天给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手腕血管去判变自己适合哪种色调 好谢谢你诚意来接下来的话那颜色该怎么选择呢 来我们的卡片给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的颜色 如果你是我们的冷白皮本身皮肤还蛮白的对不对 你想要也打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自然白皙的一个妆效 我们可以选择一恩零零啊 我们这个冷掉白皙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是我们的暖色调的暖色调的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暖黄一白 我们可以用到一歪零四 或者可以用到一二一恩零六 因为一歪零四和一恩零六颜色是很接近的 中性色调其实黄皮和那个冷皮都是可以用的 好那所以说如果大家如果大家的皮肤是那种冷白 但是又没有特别白 我们可以用到一二零二我们的自然偏白的这个颜色 好那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四个颜色当中去选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偏白一点 不好意思 如果你的皮肤是稍微偏白一点的冷白皮 冷白皮的宝宝选择一恩零零 如果你的皮肤是我们的冷皮但是没有那么的白 可以选择一二零二可以打造一个自然白系的一个妆效 我们的黄一白一弯零四或者也可以选择一恩零六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来宝宝们 那刚刚聊完了我们的仿真机粉底液适合油皮毁油皮油米皮瑕疵皮的宝宝去用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一些关于呃沉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呃话题 那我知道其实艺人来说的话呢拍戏会经常的熬夜对不对 嗯嗯有的时候一熬夜的话呢皮肤状况是不是皮肤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我发现你皮肤真的很好 啊就是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还是会有一点 那平时如果说熬夜或者消息不好的时候那一般皮肤会反馈出一些怎样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体现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戏都还好大家都一样也不怎么辛苦都很正常 嗯因为做演员嘛因为其实圈内人大家都知道每个演员你自己有梦想去做了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皮肤问题更多是一些装造老师了嗯因为每个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有偏油的偏干的对对对或者是是怎么样的可能是偏黑的或者太白了都有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是最重要的对 比如说我的装造老师就是说他说哎经常会就是如果我这段时间就拍戏太累了 如果可能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生活不规律那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说你油吃的比较多很容易出油就出油那就说那怎么办呢 那你拍戏你得更多的是一些美观那个观众开始看结果吗 对那你说那你不能说你的黑眼圈很看着油光啊 对就不美观了对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黑眼圈的问题 对对所以就卷容感对卷容感那装的对卷容感 因为时间一长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类 对可能你就可能已经已经很卷容了 那么装造老师是比较辛苦的 他会时时就给你什么提个量啊 那就用这种粉底压一压我立马给你喷一下这个这个喷物 让你保持盯着而且换了基本人也立马清纯起来了 那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也安利给呃 装装师也是安利给我们的陈毅一款产品啊 就是这一款我们的仿熬夜粉底液 也是makeup level比较畅销的另外一款粉底液 因为刚刚陈毅刚刚说到有的时候熬夜对不对 会有一些卷容感会有点黑眼圈 甚至有时候皮肤状态 甚至或者是其他的宝宝们 或者说在没有休息的时候皮肤状态不成好 容易出现起皮卡粉卡纹的情况对不对 而且马上秋冬季节要来了 皮肤有的时候还有些宝宝们容易出现缺水的情况干燥 那所以说当我们干皮混干皮的宝宝 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一款我们的熬夜粉底液 这款熬夜粉底液呢 它是一款富含有人参山茶花麦冬三大精脆的一款底妆 那熬夜陈毅可以来 这个粉底液可以挤在你手背上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 可以竖起来 可以看看这个粉底液是不是在往上流动了 对不对 它的一个流动性是很好的 所以说它是一款精华类的粉底液 流动性很好 然后陈毅可以延展一下 这个粉底液去延展一下 它的一个延展性也是很不错的 对吧 然后贴幅度也是很高 延展开贴幅度也是很高 好 那我们工作人员递一下纸巾 OK 来 可以 待会可以擦一下 谢谢 可以给我一张 谢谢 那所以说熬夜粉底液 如果干皮的宝宝们 干皮的宝宝们想要一个 可以打造出一个水光机 陶瓷机 奶油机 这样的一个装效的粉底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到Makeup Forever的这一款熬夜粉底 这是一款养肤型的一个底妆 来我可以跟陈毅在手背上把这个粉底 可以延展开 给你看一下效果 当然这个会有一点多 把它吸收一步 然后打造的是一个比较透亮的 打造是一个更加透亮的 更有光感的一个装效 这个就比较适合干皮 混干皮的宝宝去使用的 脸上容易起皮卡分卡闻的 一定要去用到熬夜粉底液的 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用仿真机 粉底液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根据 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 用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适合自己肤制的产品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底妆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毅 谢谢 是白了 对很通透对吧 而且很有光泽感对不对 这也是一款养肤的粉底 这款粉底液可以来帮到我们可以打造出一个患量肌肤 平滑肌肤 紧致肌肤的这样一个效果 同时一个补水 是持妆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干皮的宝宝可以去试一下这款底妆 刚刚也跟大家系统的讲了我们的仿真机粉底液和熬夜粉底液 所以说大家一定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肤制 去挑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底妆 那底妆我们选好了 是不是定妆也一定要定到位 对不对 如果底妆很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希望底妆的效果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定妆 当然定妆也做好了三分之一 一个妆容它的持久性 一个完美性 底妆很关键 定妆很关键 补妆也很关键 对不对 所以说下面的话 我们来为大家去推荐一款适合你们的定妆产品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又要进行实验 来陈毅来可以在手背上用口红可以在你的手背上去画一条口红印出来 好 对 然后我也看到最近的一个热波剧 就是 对可以画一条 这么 对都随便这个都可以 对 最近我看到陈毅的一个热波剧的一个剧照啊 就是你是有涂口红吗 没有 就是有个热波剧 就是你的那个唇色就是很好看 看到一个热波剧 没有涂口 涂口红没有 哦你没有涂口红 那应该吐血吧吐成那样 哦那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特效老师给你调的血浆 哦对对对 对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宝贝们都很喜欢你当时的那个啊那个剧照里面的那个唇色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款我们这一款我们的这个断光的一个小红小红唇的这样的一个唇膏四三六号色呢你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很像你当时的那个剧照的颜色是不是特别像对不对 剧照的颜色那就是那个热波剧里面当时热波剧哦成香啊啊对啊这个蛮像的挺挺挺挺挺像对不对很像这就是我们这个断光小红唇四三六号色所以我喜欢的宝宝赶紧去冲一波好不好这个这个颜色呢也是makeupfile的一个热麦色啊这个颜色涂在我们嘴上也是可以打造出一个一个一个甜酷辣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不好来我也在我的手背上去要把这个颜色去涂抹开 好待会要给大家去看到一个小的一个呃小实验给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来工作人员准备一张体精谢谢好你给我吧谢谢来来陈一可以拿这张纸巾去按压一下这个口红看他会不会掉色对对按一按对然后看一下纸巾上有没有颜色给大家去可以展示一下有颜色对不对那所以说来来一个特写啊来个特写啊可能会有点曝光这样稍微低一点来一点 特写会有口红的颜色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定妆会导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再来继续做一个小实验啊再来做一个小实验来我们这是一个眼线笔也很多人都会有晕妆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对不对来陈一也是一样的在手背上去画衣服对对好然后你可以在手背上把这个眼线像这样去推一下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对说起来或者我来推一下吧 嗯来我把它推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晕妆晕掉了对不对就是好恐怖啊刚刚化好的一个很精致的眼妆没有把妆定好妆容就晕掉了接下来的话呢我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好来同样的纸巾是纸巾给一份吧让我们的成语可以把手擦一下谢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对可以直接擦掉了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来给大家去看一看用了定装粉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眼线胶笔啊眼线笔涂在我的手背上好 然后呢我们用这款蜜粉笔拿出来然后刷子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准备一下我们的黑色的这个布景板谢谢来我用刷子啊你可以来准备一下吗工作人可以在我身后对啊这个布景板稍微的展示一下对然后的话呢我把这个刷毛稍微的弹拨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蜜粉笔是不是非常细对不对像烟雾一样飘走的一款定装粉对吧 粉质是非常细腻的然后用这款定装粉呢我们在口红上面去定一下妆在眼线上去定一下妆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首先口红的颜色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是它会更加偏向于亚光的一个质感了就没有刚刚的这种很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亮光感觉它是一个变成一个瞬间变成一个亚光的感觉也同样也可以让我们的唇妆变加了持久然后再把眼线定一下 同样的这款定装粉呢也没有去破坏眼线的这样的一个饱和度那陈毅可以用手去推波一下这个影线看一下它会不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就推推一下对随便就这样就这样往下推一推对嗯好温柔不掉对不对掉不了不掉对不对OK我告诉你你今天把我的皮膜破它都不会掉它就是这么厉害好不好那所以说这款我们的这款蜜粉笔所以说一定要记得我们 本底选择适合自己的让底妆可以更加的持久做到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一呢就是定妆当然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做到补妆对不对来工作人员可以把卸妆油给我呈现一下吗谢谢拿一瓶卸妆油给我诚意还是要麻烦你哦因为今天就是要让你就是为大家多多的就是跟我互动一下大家都很想看你没关系看一下把你的手掌心打开可以吗好你这个手吧这个手方便待会大家可以我觉得你拿的有辣子这个是makeupfile的卸妆油 我把卸妆油挤在你的手背上好挤一滴然后我把这个卸妆油抹开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你的手掌心是不是很油反油光的感觉来工作人员 很油哇好油对不对反油光真是你脸上出油不可能出到这种地步啊出到这种地步那真的就是啊就脸上都可以产食油的感觉了好来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补妆有的时候拍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就是拍到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中途休息的时候也有彩妆师去给你补妆洗一下油对吧那所以说这款产品啊当我们有油的时候来啊手掌心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有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款啊定妆粉来老师给一个进特写 镜头去按压一下我们容易出油的部分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是油光的这边是亚光的看到没有就这么厉害哦而且没有任何的粉感我把陈宇这边也先补好然后让你自己看一看 这款定妆粉就是在你出油之后你随便怎么补都不会厚重啊朋友们宝宝们啊陈宇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来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油光的感觉嗯对吧而且而且啊没有出现任何卡 跟卡文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这款MakerFavor这款蜜粉底它定妆和补妆的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哦嗯所以说没有去get这款定妆粉的宝宝一定要去get这款我们的蜜粉底啊而且今天下单的话呢也是有我们的套组活动的好OK那所以说我们刚刚的几轮的测试都是很成功的那所以说这个蜜粉底也是很优秀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为大家去送一波福利好不好那这一轮我们依旧为大家送出明星礼盒我们来一个互动口令好不好来陈宇记得这个互动口令啊定妆蜜粉底好不好定妆对那所以说大家要在我们的直播的 啊右侧的礼物盒子来参与啊这一轮的这个口令就是定妆蜜粉底那所以说我们会有到系统会有倒计时五分钟会抽出一位宝宝给获得这位啊获得这个明星礼盒一份啊内涵我们的随机明星的正装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先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入会好不好来定妆蜜粉底刷屏刷起来那陈衣宝宝陈衣 我们陈衣注意不要打错字哦不要打错字然后再给大家去念一下我们这个这个口令好不好定妆蜜粉底好不好那所以说呢呃非常感谢我们的陈衣那同时呢系统待会的话呢也会自动开讲那所以说宝宝们如果哪位宝宝中奖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去截屏好不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直播间交还给陈衣和我们的大旗谢谢谢谢老师辛苦了 好谢谢我们的李洋老师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旗我又回来了那刚刚呢我们的彩者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些明星产品一个小实验我也偷偷学到一些小知识点啊那我们跟陈衣老师来聊一下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这个话题好不好其实刚刚呢有提供到谢谢好刚刚有提供到了上面几个产品了来化我们这个底妆啊其实比如说吃火锅咱们都补分发妆然后说到吃火锅我想问一下陈衣老师就是最近沙丸青来到这个美食的聚集体场 长沙了是不是嗯说到长沙真是美食店铺贴啊是不是啊对真的是真来到我长沙因为大家知道你是无奈人嘛嗯回到长沙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其实当演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比如是为了拍戏啊展展各地啊比如说陈衣呢在新疆南风呢又在云南那现在回到了长沙其实这些城市啊都是瘟疫差度还是蛮大的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皮肤和底妆是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这些的皮肤的状况呢嗯 嗯因为温度温度吗对其实因为从事呃这个职业也很多年了我觉得还是那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嗯因为其实比如说在北方比较可能天气有点干燥哎那南方可能会有点潮湿嗯那么这个仿真机太成用场了对他就是无论是干燥还是潮湿嗯他都可以用哎而且都是非常的实用对嗯 看到了吗就是这款仿真机粉底液啊无论在干燥还是潮湿的环境下呢都能够做到非常的伏叠和持妆的这个效果啊嗯这款仿真机粉底液啊它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个肌肤的一个肤质和应对都是非常OK的那除了一个护肤底妆的这个需求和分享可以从个人角度上来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家乡湖南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去湖南哪些地方啊就是你跟我聊聊就是因为就是我对湖南还不是很了解因为好吃的好玩的因为我从小生活在那个湖南的淮湖 的话湖西一个小小县城叫陈西嗯啊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城市那个小乡镇嗯对地方不大小县城嗯那么后来大学完了之后来到了长沙嗯因为湖南嘛好吃的蛮多的嗯大家也都知道湖西菜嗯呃就是湖南菜香菜包括香菜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菜嗯 大家喜欢吃辣的嗯或者吃口味的嗯那就来我们湖南吧来湖南这边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喝咱们应有尽有是不是啊嗯然后大家都知道湖南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如果想玩的话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给粉丝来谋取一些福利啊就是嗯盖上到了直播结束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玩一个互动小游戏就是我用关键词来描述你这个美不菲的产品就是你来描述我来自猜好不好嗯就是我来说 你来猜是哪个产品嗯嗯为了简单我来说一句话啊然后第一个啊你听这件事啊嗯有四无还原好皮肤这是什么呀放真机是他是不是好第二个啊非常的聪明发现我的诚语啊用了产品非常了解第二个是我们的细腻如胶无痕吞油哇是他很厉害是不是啊不是这个很厉害是不是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瞬间锁水 肌肌肤喝饱水肌肤喝饱水哇白喷啊是不是回答正确非常的迅速了此书应该有掌声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呢包括粉丝朋友非常期待了就是一个emoji的一个表情包这里就是我忙抽忙拿拿到哪个就算哪个怎么样没问题哎真的可以吗好不好那来见证一下我们这个梅克菲的这个底妆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分析不贴来我这样你这样忙抽你先来抽一个 哎哎呃呃看正版版版吧对你要不看一眼呃这是要做他的表情对做他的表情哎嗯嗯嗯哦OK好来看我们的第二个还得抽一个嗯嗯好像是个week是什么眨眼动眉毛什么给 又动眉毛又眨眼 这个有点难度 表情包结起来 表面结起来是不是 这个不错是不是 好 那我再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这样 我们多来几个 大家比较期待这个环节 有没有几表情包 来忙抽一个 这个表情是我经常用的这个表情 是不是 嗯 来大家赶快来刷屏刷一下来 来我们接下来就是 刚刚我们的这个陈佳老师 给大家玩一波这个 Emoji的这个表情包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玩一波就是 给大家一个抽奖的福利 我们打下关键字怎么样 关键字打个几个字 私容装感 为大家来抽取一下 我们的信誉宝 能获得我们的明星礼盒一份 能够获得到 是我们的随机明星的症状产品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刷屏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 关注咱们这个直播间 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 才可以获得 来私容装感 千万不要做错 来私容装感 刷屏刷起来 期待一下 也不知道哪位宝宝 可以那么的幸运 获得到我们这份明星礼盒 也非常谢谢我的诚意 稍后我们的一个自动的来抽奖 那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粉丝宝 非常喜欢的这个环节 就是虫粉的快乐快大 这个可以吗 可以 你准备好是不是 我准备好 好 好第一个 你被化妆必不可少 这个步骤是什么 粉底 粉底是 比如说房间机粉底 咱们都用起了 一般杀青后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睡觉 对 休息是不是 那除了演戏 有什么厉害的一个技能和特长吗 嗯哼 游泳 游泳 运动 是不是 那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最擅长 游泳 都可以 那就游泳都可以 全能 爬山 你们可以去爬山 是不是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最喜欢的三个食物 我不挑食 都可以 对 我不挑什么都吃 那最后一个 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最常用的表情包 来 准备来了 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一般那个就是有这个 这个 不是老师 今天刚刚都用了很多 是不是好 可以了 那双十一有没有要买的东西呢 啊 双十一有没有要买的东西 双十一 对 梅客飞 是不是 赶快加了购车 享受我们梅客飞给带来 更多的好物 那什么时候能给带来 发个自拍或是无浪之类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 特别期待啊 第二排 安排了是不是 那可能明天就看到了 是不是 有可能 那没有那么 这个就未知了 是不是 大家可以前期来来期待一下 就是想问一下未来有没有想要尝试的角色 因为我发现已经尝试过很多角色 一直在挑战突破自己 那作为演员嘛 嗯 只要没有演过都想尝试 好 那未来的工作计划有什么 未来的工作计划 特别简单 我正在看剧本呢 就是最近每天其实就是看看剧本 健健身 陪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差不多就这样 好那时间过的是非常快 那马上尝语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说再见了 最后来给我们的粉丝宝宝来送我们的福利了 好不好 好那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直播啊 我们的最后一波大奖 抽一波大奖非常重磅的免单奖 免单奖 就是因为你来跟我直播间的粉丝朋友来一波免单奖 这个一定要记住免单奖 对不对 没错 在这里呢大气给大家来微信提示一下 免单抽奖 需要大家在今天的19点钟 比如是7点钟到现在的期间呢 就是在我们的正装的下单技术当中 还没有下单的宝宝来专业时间来进行下单了 规则一定要认真的听清楚啊 免单的最高风景是2000元呢 以最终实际价格 勉担金额免单 如果免单超过了2000元呢 则免单2000元 重点号一定要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登记来联系啊 粉丝宝们有没有听明白啊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那这次依旧是我们一个评论口令之后 来进行我们一个系统的抽奖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的右侧的礼物盒子 来进行参与 来进行刷一波我们的双11满梅克菲 双11满梅克菲 抽这一位自全部打对的幸运的宝宝呢 刷屏之后一定要记住啊 抽取一位自全部打对的幸运宝宝 上面说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并且加我们的会员 一定要记得同时还要下单还有免的双11满梅克菲 大家赶快来刷屏刷起来好不好 看到很多宝宝已经在工程点不断刷屏刷起来 一定要记着啊免费单 对要双11做什么事情 买梅克菲对不对 对一定要记着双11买梅克菲 记得结语去找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说 找到自己适合 对可以去尝试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适合 因为他也有几款产品 因为大家这个牌的女孩子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就是很多很好用的 所以找到自己适合的 那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来陪伴我们这个直播间 那最后有什么还有对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宝来说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断的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更好的决策 也谢谢喜欢角色的你们 因为谢谢你们的苦力 我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今天也可以坚持走到这里 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 我也会继续加油 带更好的作品更好的角色给大家看 好谢谢我们的陈丁老师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陈丁老师来做过梅克菲的直播间 你希望今后呢可以多多来到梅克菲的直播间 来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好的好的 还有就是天气马上冷了 大家注意保暖 而且还要做好防护 身体健健康康的 自己身体健康好了 才很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好了我们一起加油 好要跟陈丁老师说再见了 接下来由大琪和李杨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的采动知识 以及双十一回合肥的购买政策 大家千万不要走 那么暂时要跟陈丁老师说拜拜了 谢谢我们的陈丁老师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稍后见 好谢谢 谢谢 好 好